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一元 欢迎回来万国觉醒 没错 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还在打截略者 可是呢 影片还是要出嘛 是不是 虽然是说我现在很忙啊 其实我也不打算更新影片 想再拖多几天先 因为这个打截略者呢 真的打得很累 上一个话题 我不是说课金玩家跟无课金玩家 然后无课金玩家能不能去打失落之地吗 其实那个问题有延伸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课金玩家总是吊打无课玩家 就是说无课玩家其实真的很难 所以我先分成两个看点 我先分成无课玩家对课金玩家的看点 然后课金玩家对无课玩家的看点 如果你无课的话 就是表示说你肯定没有丢钱下去吧 如果是以前期来说的话 因为前期圆异金真的很强嘛 圆异金 你只要充值 手充 不管你充多少钱呢 你就有一个圆异金可以拿到了 然后如果你是有课金的玩家 你就可以马上把圆异金决心 如果你是无课玩家来讲的话呢 你一开始肯定是绿色蓝色紫色同帅 而且有些紫色同帅呢 在前期也不是那么得好获得 而且你紫色同帅要打败圆异金呢 其实很少 因为以前我的圆异金其实也没有打算过要把它决心 如果你们是一路陪着我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们会知道以前我的圆异金呢 是卡技能卡到很烂的 好像是4...1...4...2...好像是 我不记得了 很久了 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是整整拖了一年时间才打算把圆异金决心 因为我真的不想花那么多钱 在这个游戏上面 你们前期只要课金 你就可以拿到好的统帅 包括汉尼巴圆异金 然后你转轮盘的话 你可以拿到理查那些 而且也有一些大佬呢 他们短短在一个礼拜里面 就可以出到体五了 你对于一个无课金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出体五真的是很遥远 你们花每一笔钱 每一个宝石对你们来讲都是很重大的决定 因为宝石对于无课金玩家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拿马 非常难拿到的 OK 我要怎样花才可以回本呢 我要等头淘宝里 我要不要用宝石去买体力药水 所以你对于那些无课玩家来说呢 是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尤其是体五 而且你就算出了体五过后 能不能养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之前我也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再来就是 无课玩家对于有课金玩家的看法就是 哇 你们好像什么都不用做 你们就可以出到一个完整的队伍 可以出到很多队伍 我们还要担心医院会不会满 然后我们的资源够不够 加速够不够 只要对面的课金大佬 钱比我们多 比我们多 我们就死了 其实讲真的啦 这个游戏呢 它的平衡性不是很好 怎么说呢 就是只要你有钱 你在一个游戏就可以做大佬 你有课金 就代表说你有足够的宝石 可以去升你的VIP VIP你不同的等级 争议也是不一样 包括有攻击防御 还有你的体力药水也是会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啦 这个游戏当初 他出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是想要把这个游戏慢慢玩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 有那么多的玩家呢 肯丢那么多钱下去啊 你看他的礼包 其实也不便宜啊 讲真的对我来讲 是真的很不便宜 如果我买最便宜那个 我就只花那一笔钱而已 我就不打算要花钱了 可是后面他推出了元逆金 哎呀 反正我都拿元逆金了 我就去练一下他吧 那你知道我买他的礼包 越买越后面越贵 我原本以为他的礼包 全部价格都是一样 是9块9的 可是没有想到后面 哇 太难了 所以我中途会放弃元逆金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你买越多的礼包 代表你的宝石越多 你宝石越多 他们就可以直接升城堡 升建筑物 你看如果万国觉醒 他们没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升那个东西 你是不能用宝石的情况下 我觉得那些大佬也不会升的那么快 这个游戏也不会说平衡性那么差 你看我们这些建筑物 全部可以用宝石的 我们训练也可以直接用宝石升 这些东西科技研究 全部都是可以用宝石的 但是没有办法 游戏为了要赚钱 肯定是会有这种平衡性不足的地方 但是这个平衡性真的是太差了 因为只要你有钱你买礼包 你宝石足够的话 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升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一个礼拜里面 就可以出体股了 如果这个游戏要把它平衡性 弄得比较好呢 我觉得把城市科技训练 可以直接用宝石升的部分去掉 会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那些很高战 大部分都是很多兵 而且那些大佬有钱的人 你看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土耳其大佬 他的兵就是直接升的 而且我的联盟里面也有一些大佬 他们升兵是直接按宝石升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平衡性的话呢 这三个部分可以去掉 建筑、研究、训练 这三个部分可以去掉 因为你们课经 所以让我们受那么多苦 让我们玩那个游戏越来越困难 其实以真正来看的话 你们没有这些大佬呢 也很难可以拿到联盟奖励 联盟礼物这边 我们有些大佬还是有买包嘛 如果他们没有买包的话 其实你们也很难去发育 拿不到VIP点数 拿不到加速 拿不到金钥匙 拿不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课经是 有一点必要的 因为如果也没有课经的话 这个游戏也没有办法去开发 但是我说的这个部分呢 是那些比较极端的人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课经大佬很好 你们课越多金越好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黄金宝像 我们可以发育的更快 所以人有分成不同的观点 也不是说一颗老鼠屎要打翻整过周 不是说一个人他觉得课经不好 就代表全部无课玩家都觉得课经不好的 其实我讲真的啦 我大部分课经玩家呢 会觉得无课玩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除了人海战术上面 因为如果你真正实际上出去一对一打架的话呢 其实你是打不过人家的 你也做不到什么事情 不过现在人海战术来说的话 每一个玩家都变得很重要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很多那种课长 他们已经不在乎你有没有课欠了 总而言之 要打仗的时候 你出来帮忙打仗就好了 我不会说叫你去勉强你去买礼包还是什么 然后你要进大联盟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下线没有人在打仗的时候 有位置你就可以进来打仗 所以现在课经玩家的观点有点不一样 以前刚开始万国觉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王国里面打仗 一开始就是王国里面打仗跟联盟 联盟跟联盟打仗 你们会觉得那无课玩家没有用啊 又没有什么好的统帅又没有兵 出来只会给人家灭还是什么 又帮不上什么忙啊 我们的钱呢其实讲着那些 也不是从天空上掉下来的 我们刻每一笔钱呢 都要看到自己是不是应该刻 有没有那个钱去刻这个金 然后我很像我最近要买礼包的话呢 我还要去想这个礼包值不值得买 所以我会分析那么多礼包 分析那么多活动礼包给你们知道 就是要你们精明消费 有些礼包你值不值得买 好像有些里面有医疗加速 你又没用到的话 我没有必要叫你去买嘛 然后有一些活动礼包 其实没有必要去买的礼包 我就叫你们不要买 打每一次仗都是在烧我的钱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买礼包都有加速 都有资源 都有一些材料嘛 因为打仗我们会死兵 会伤兵 所以当你的兵死掉就代表你的钱 就慢慢烧慢慢烧烧着下去了 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刻金玩家 就一定是很好的 不过也要看情况啦 如果你真的是万国绝星丢下去了 那好几亿啊 你都觉得 哎呀那一点点钱是零用钱来的 那个就无所谓啦 但是对于我这个 班课玩家来说的话 其实丢每一笔钱下去呢 都很痛啊 很心痛啊 以上呢就是无课跟有课金玩家的看法 不过比较多的不符呢是无课玩家 嗯 其实游戏 课金跟不课金 课金是错的嘛 其实也没有这样子讲 因为如果玩家不课金 不去买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是免费的嘛 但是没有人课金的话呢 其实这个游戏很难运行下去很难去发展 但是你课太多金 游戏又没有什么作为的话呢 其实是真的有点不值得 很像莉莉丝最近不是又改了一些新规定啊 所以我才举意反抗 就说不要再课金了 提醒我的观众不要课金 因为他们的 呃 改的规矩不符合我们 再来有人说课金就是在浪费钱 浪费钱在沉迷游戏 浪费钱在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又做的不好 所以你是在浪费钱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钱 有些人喜欢拿钱去喝酒 有些人喜欢拿钱去抽烟 有些人喜欢拿钱去改车 有些人喜欢拿钱去赌博 所以每个人对于钱的开销不一样 只是我把我的兴趣放在游戏上面 因为我本身讲真的 我又不喝酒 我又不抽烟 我又不赌博 又不去嫖妓 所以我的钱 其实讲真的 我要消钱的话呢 我最多只是吃东西而已 所以没有说课金对或错的 今天影片总结到这里啦 所以你们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你们的看法 你们对于有课或者是无课 有什么看法 然后你自己是有课还是没有课呢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把小铃铛给打开 就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哦